目前有几个县市的提名人选瞧不定 上次在花莲县今天还传出了 民进党有意跟退出国民党的张志明合作 另外在桃园呢 党中央本来是要征召前立委彭天赋 但是彭天赋不愿意接受 所以民进党中职会今天只好决定撤销 并且授权党主席蔡英文另行提名 而目前传出的可能人选是 民进党组织部主任郑文灿 花莲县副县长张志明 宣布退出国民党参选花莲县长 面对兰英分裂 一直还没推出花莲县长参选人的民进党 现在传出不排除和张志明合作的可能 我们跟张志明聊过了吗 基本上我聊过 我们还是要把相关的一些细节 要做一些 最后是要提名征召 我们在地优秀的人才 还是要来跟张志明合作 我们这几天会来做最后的一个确定 民进党终植会在9号才通过 征召前立委彭天赋参选桃园县长 但因为彭天赋不愿接受征召 民进党终植会只好在30号撤销这个征召案 并授权党主席蔡英文另行提名 据了解目前最有可能的人选 就是民进党组织部主任郑文灿 不过面对媒体询问 郑文灿还是不愿松口 由于年底桃园县长选举 国民党由主席吴伯雄的儿子 立委吴志阳代表参选 外界认为对民进党来说 这将是一场应战 也因此民进党在征召的过程中 并不顺利 不过民进党强调 这是一场党对党的竞争 民进党绝不缺席 记者张熊 陈保罗台北报道